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16日 周五傍晚 国有赛展开多场对决 其中南韩将与秘鲁交锋 南韩自世界杯结束后参加的二场友谊赛均未常胜机 经扑面对排名略高于几队的秘鲁 南韩保住和局并不失礼 南韩在卡塔尔世界杯分组赛中与葡萄牙等球队一组 他们在取得一胜意和一副战机的情况下 利亚乌拉圭出现 过程极为惊险 而此后16强战中他们1比4不敌巴西就此出局 虽然与南韩队内定下的目标有段差距 但被夺冠热门巴西淘汰出局也并不遗憾 毕竟当时的巴西三线均属顶尖水准 南韩世界杯失利后邀请德国传奇奇连世文担当主帅 期待他能将球队带上新的高度 不过三月份二场与南美球队的友谊赛南韩都未能取胜 球队改革之路相当漫长 队长孙兴明由于此前接受了扇气手术 金杖很可能缺席 南韩将由黄毅柱等球员扛起进攻大旗 金扑面对同样来自南美的秘鲁 南韩收获何局可以预见 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南韩在最新排名中位列27位 而缺席该大赛的秘鲁如今则位列21位 显然南美球队的竞争远比亚洲更加激烈 南韩近二场友谊赛对阵哥伦比亚和乌拉圭 南韩无疑胜机 此番与秘鲁交锋显然也难大展拳脚 须知道 秘鲁近二仗分别踢老牌竞旅德国和世界杯殿军摩洛哥 同样也未尝胜机 战斗力与南韩相比可谓半斤八两 虽然秘鲁队内效力于欧洲球队的球员不及南韩多 但在秘鲁本土踢波的球员显然也具备更好的默契程度 是鄂亭水晶和利马连等球队均有不止一人入选国家队 他们将在友谊赛赛场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明镜与点栏目 比较怀 3 4 中文字 12 四